剛剛的部分就是把104的1跟2完成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要計算什麼上課人數的欄位 這個欄位的話主要是根據斑別 也就是說剛剛做完這一道題 各位可以看到 他這邊有一個斑別 所謂的斑別 其實當然如果這個題目裡面沒有 沒有要你做啦 不過如果假設我希望知道S02 到底是 哪一個斑期 比如說他這個到底是什麼斑的名稱的話 因為S02我怎麼知道這是上什麼內容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並且希望 把那個名稱 就放在他的隔壁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這個是延伸的 考試他沒考到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個斑別 斑別S02是什麼 看一下 斑別S02 S02是這個 有沒有 那他是什麼 他是 餐飲服務斑 那如果我希望把這個 斑別 把他這個名稱 放在剛剛的休克 這旁邊的話 應該給個名稱 叫 斑別名稱 好了 比如說這個 斑別 後面加一個名稱 不然的話 上面是代號 看不清楚是什麼 那如果我想要把他名稱帶過來 當然 你千萬不要傻傻的 S02 你就切過來之後 然後 斑 S02在哪裡 S02在這裡 你說 老實說我知道 Ctrl C 然後再切過來 把他Ctrl V貼上 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這樣做的話 變成說你每個人工去查 太浪費時間了 而且如果這個斑別 假如說 數量超過百個千個 甚至幾萬個的話 那你怎麼查 所以 如果將來會牽涉到查詢資料的時候 恐怕你要 一定要學會一個函數 叫做查月與參照裡面的 特別說 倒數第三個 就這一個 OK 反正以後 只要牽涉到查資料 這個函數呢 是絕對絕對 一定要會的 叫V LOOKUP 這個V V的話指的是 Vertical 是垂直的意思 LOOKUP就是查詢 也就是垂直方向幫你查資料的意思 OK 那怎麼查 首先的話當然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 你就先找到他按確定 他會跳出 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他會問你四個問題 那你必須要給他四個問題的答案 他才有辦法幫你做正確的問題 正確的查詢 第一個他說 請問一下 LOOKUP Value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說 那你要查 什麼資料啊 我要查這個 斑別 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說 那你要去哪一個 Table的話 就表格 array 就範圍 那你的那個表格範圍在哪裡啊 你就選 所以你跟他講說 我的表格範圍在 在這個工作表 叫什麼 開課 斑別裡面的工作表 裡面的哪裡呢 你乾脆把這個整個選起來 不過一般 選的時候 會 避開那個欄位名稱 從A2一直選 選到 C的15 跟他講說 我要查的資料 就在這個範圍裡面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裡面顯然他已經預先幫你做一件事 就是這個範圍他已經幫你定義好一個名稱 叫做 開課時數 所以你會發現選完 他理論上應該是會變成 哪個工作表的哪個範圍 他沒有 他變成一個名稱 所以 理論上已經幫你 把它變成一個 叫開課時數 好 那 第三個問題他問你什麼 COL就colum 那意思是說 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幫你帶回來的意思 colum 哪一欄 你想說 這邊總共有幾欄 其實這個範圍 這個表格裡面呢 總共有 123 那我如果今天 我要帶回來的應該是什麼 第2個 所以這邊就輸入第幾欄 輸入2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我比對的話呢 我就找到S02 一定查一定是查第1欄 那如果你要把哪一欄的資料帶回來的話 你跟他講 我要把第2欄的資料帶回來 那就幫你把2 填到2 那最後一個問題說 那如果我找不到S02的相關資料 需不需要幫你找接近的呢 叫Range Lookup 那你就不要 不要的話呢 其實 在那個 函數裡面 要不你就打個False F A LSE 不過 如果你想 不想要這麼麻煩的話 這個False呢 你也可以用0來代替 0的話就False 那這個0的話其實跟那個開關很像 有沒有 我們那個開關上面如果你看到0就關 1 1的話就開 特別是要 特別是喔 在那個Excel裡面 0也是關的意思 就是不要的意思 那1的話就是要 OK可能你們要 當然你打 這個0或1 那跟Tru跟False 結果是一樣的 那這裡的我習慣用0 因為打0 只有一個字 False的話打5個字 OK好 做完之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班叫什麼班 S02的話就 餐飲服務班 向下填滿 其他呢 也就全部都幫我查回來 那個欄寬不足 你可以快點兩下 他會自動 如果你在這個線上面有沒有 快點兩下 他就會自動幫你調整 他的欄寬 好 那你就查出了 原來S02是什麼 餐飲服務班 然後102的話是什麼 工地兼工班 這麼多班 你想說老師那我還想要吃到一個東西 就是上課時數 這個時數的話 這邊有嘛 就是課程時數 到底那個班 課程時數多少 那怎麼查 其實如果你要把課程時數也查回來的話 其實 可以拿剛剛的公式來改就好了 剛剛的公式 那改哪個地方就可以完成 我剛剛有提過有沒有 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剛剛給的什麼公式裡面 查回來第幾欄 這個是第2欄對不對 可是我要的時數是在第3欄 第3欄 所以如果我希望 查的不是 他的名稱 而是他的時數的話 跟各位講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其實可以拿什麼 拿剛剛的公式 就是把他選起來複製 然後按下取消 並且把這個課程時數的地方貼上之後 改一個 地方 就OK 哪個地方 把什麼 把2改成什麼 擦 拆拆看沒關係 拆錯也沒關係 該弱 對 沒有錯 這樣的話 時數就把它查回來了 打勾 30個小 向下填滿等等 當然要查正確 是不是一定正確 看一下 S02 這個你驗證一下 是不是 看一下 班期 是不是按 對沒錯 其他應該理論上就OK啦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要特別補充 為什麼要特別講VILA 因為在Excel裡面 用到VILA函數的機會實在是太大 太大了 OK好 那 這個是額外補充的啦 然後 另外 第三題他主要是希望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 讓我知道一下 到底上這個班的 有幾個人 上這個班有幾個人 那當然不是你用眼睛去看喔 那你必須要學會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呢 那叫做conif他有提示啦 他是放在統計類裡面 的這個地方 叫做conif 如果 各位可以先試試看 他要兩個參數 你要給兩個參數的答案 他就會給你正確的人數 你就不用傻傻的自己在那邊用人工算 OK那請各位先 試試看好了 我剛剛 主要是補充這兩個欄位 就是 斑別旁邊請你再加上 斑別名稱 跟斑別時數 OK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增加了就這個兩個欄位 當然如果未來你這個 要加框線也是一樣 就是可以把這個範圍 先把它 游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比如說像 我們增加這兩個 欄位 好像框線沒畫到 那怎麼辦 一般我的習慣是 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 選擇什麼呢 再把它選擇 內框線再把它畫一下 如果你假設找不到 內框線 你可以先 一樣 選擇那個 其他框線 再選擇什麼呢 選擇那個 內框線 比如說它是細線 你就選這個細線之後 內框線一下 然後按一下確定 他就幫你把框線加上去了 OK 所以以後要畫框線的話 記得可以從這邊 直接點 然後呢 一般如果你要細部再去設定的話 就其他框線就可以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他題目要我們去計算 主要是這一個 上課人數 到底 所有的修課 的學員裡面 所有學員有多少個 控制度向下 總共有120個減1 就119個 這麼多 就是上課的學員 這麼多人 那我怎麼知道說上哪一個課 有多少個學生 那我總不可 不會說傻傻的慢慢去算 但如果說你假設 你希望 可以快速的統計出 到底 哪一些人他的 哪一個班 上課人數多少個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用一個 叫做count if的函數 那怎麼做 1 你先插入函數 找到 統計類裡面的函數 統計類裡面有個叫count if 那這個函數 我跟各位講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我發現如果沒有這個函數的話 很多地方你要土法煉鋼算真的浪費時間 OK 按確定 那他會 問你 總共 有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告訴我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函數的意思是說 count count是算數量 一幅的話是什麼邏輯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 必須 提供給他 兩個資料 第一個是 哪個範圍 那意思就是說 你要去 請他幫你數的範圍 基本上就是 幫你數這個 斑別這個 斑別這裡面 總共 119個人 所有資料裡面 所以 我們就直接選這個D2 Ctrl Shift向下 不過因為 我們剛剛已經定義好一個名稱 所以如果你這個Range 你是可以這樣 按F3 然後他會直接跳出 我們剛剛定義好那個範圍 那個範圍就是 D2到D120 你就選 班級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 問題的答案 這個叫Criteria 這條件 他意思說 那你要找什麼 條件 那斑別啦 顧名思義 斑別裡面有什麼 斑別裡面其實就是這些 不外乎就是 課程的編號 OK 那我想 你幫我查一下 查這個C04 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到底出現過的次數是幾次 Count OK 所以他的邏輯是 在那個範圍裡面 出現這個名稱的次數 總共7次 他告訴你 按確定就可以了 所以他幫你算完 喔 上這個班 總共有7個人 那其他呢 你就會把他快速點兩下 有沒有 就 全部都幫你算完 也就是 如果上這個 103 這個總共13個人 13個人 那理論上算的結果啦 我反而 對於 這個函數 更有信心 如果你用人工來算 我反而 我還要驗證一下 隨便還算錯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利用那個 Countif 的這個函數 那不過可能要先確認一件事情 你要先把什麼 這個 斑別部分 剛剛是D2到D120 你要先確認優標先放D2 Ctrl-Shift向下 然後呢 你這個名稱 就是在你的 左上角這邊是不是叫 斑別 如果不是的話 你剛剛 剛剛那個 有沒有 Countif第1個Range 你按F3 他就不會跳出 斑別 那你一定要確定這邊 這個範圍 把它輸入一個叫 斑別的名字 按Enter 這樣才可以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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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